中国大省张开手臂开心流影 这后面的人潮恐怕是再怎么修图都修不掉 大陆欢庆十一廉价 长城体到像是人肉长城 第一次来的话就觉得人太多了 但是呢如果不是国庆来又没有时间 所以只能这个时候来 还有大陆网友吐槽说三分钟只能走两步 逛长城一点都不累 黑压压的人潮已经分不清是来看景点还是看人的 以前来的话没有像现在这样 好像说西湖边感觉人挤人一样的 就很多地方都走不进去 就感觉今年的人比往年都要多好多 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 就看着就是让人感觉那种气氛不一样 就感觉国庆来的时候最好的一次 但是有人还是很开心 说终于感受到人气和活力 大陆官方统计这一次的廉价跨区移动人次破20.5亿 光是前三天旅游收入就达到3422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125.3% 就算没有外出到其他县市旅游的 也多多少少刺激经济 这两天国庆党然后咱们的那个这些影片都非常好 然后像志愿军还有街中盘池 这两部影片当然是领头羊 大陆这一党国庆大片已经冲出了人民币20亿元的票房 这么多亦来亦去的统计数字 似乎让人暂时淡忘近期大陆经济多空笼罩的阴霾 还罕见的对外媒大开方便之门 大陆政府带着CNN以及一大团的外国媒体团 到大连自贸区采访 想呈现的当然是大陆努力重回疫情前世界工厂的那一面 根据世界银行最近期的评估报告显示 大陆经济成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区域增长就会跟着下降0.3个百分点 大陆经济的影响力确实存在 但是长年存在的房市缺陷是最不稳定的大地雷 最新引爆的就是在中国已经经营了36年的中郡集团 根据大陆网络新闻报道 中郡集团18亿美元境外债违约得先停牌 而这一切早有端倪 去年还打着幸福口号的形象影片 今年却是一栋栋令人幻灭的烂尾楼 买了预售屋的民众气到跳脚 一辈子的血汗钱就这样打水漂 中郡集团看来已经跟上了碧桂园 和恒大全面溃败的起手势 就是从境外债开始报 而恒大的创办人许家印跟金船 已经被带走软禁中 华尔家日报人述知情人士说 当局正调查许家印 在公司陷入财困期间 是不是已经部署将资产转移境外 许家印与他的妻子丁玉梅早已技术性离婚 前期套现了500亿人民币远走国外 许家印以及二儿子许腾鹤都被带走 大陆企业家黄鸿生借机痛批 许家印不仅债留中国 还政治不正确 更有香港律师建议北京官方要透过国际刑警 对丁玉梅发出红色通气令 曾经说恒大没有大到不能倒 拖了两年的倒债危机 现在北京当局似乎打算出手了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